回来了 四五年没有在台湾出唱片 选择今年重新出发 王杰却遇上盗版商最猖獗的时机 于是担任八月份 HITTO大台出的他 也和HIT FM合作要共同来反盗版 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都盗版的话 以后再也没有人愿意 拿那么多钱出来投资 去做一张好唱片 甚至一张一部好的电影的话 我相信只有将来的 大家要看到的品质 会越来越差 不要再盗版了 你干脆就跟唱片公司谈好了 以后他们分一点case 给你们去印刷拷贝 这样你就从盗版变成正版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好的提议 四五年没有发片 新专辑王杰并没有参与制作 不过他很有信心的说 真的很好听 这次的歌跟以前会有 比较不太一样 坦白说我自己也蛮满意 这次的唱片 虽然不是我很 以前一贯作风的那种悲情歌 或者怎么样 这次多了很多快歌跟很古怪的歌 但是我自己觉得蛮新鲜的 我蛮喜欢的 这次的歌比较偏向R&B多一点点 八月中要发片 势必也要面临盗版的问题 王杰的因应措施 就是要盗版商凭良心做事 其实我个人认为 凡是凭自己的良心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去 杜绝的 这点我不是说再说一些 比较灰心的话 但是我觉得真的要凭一个良心 去做一件事情 重新复出江湖 王杰表示会多接拍电影 八月中新的国语专辑 推出九月十一月 要去大陆办巡回演唱会 好好努力为事业打拼